有民众深夜在澎湖西域河界鱼港 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项鱼在海中游动 看起来就像是深海怪物 非常的壮观 专家表示项鱼属于日行性动物 夜间行动非常的反常 这回很有可能是因为码头的灯光太强 误以为是白天才会集体出现在港边群游 从这个规模来看 数千至上万尾 海底挤满数以万计的鱼汁 在黑夜中来回快速游动 变换队形 壮大身形奇怪景象引发关注 臭肚鱼为什么会夜晚呈现趋光聚集在一起 不得而知 原来不是异形出没 而是俗称臭肚鱼的项鱼 平时它们以藻类为食 是群聚的日行性动物 这回大量的在夜间群体回忧 先生在西域河界鱼港 连本地人都觉得怪 白天在出没鱼 结果晚上这样子回忧 我觉得很特别 我在这边服务20年的 都没有看过这个景象 罕见景象引发民众热议 有人猜鱼群是不是要进港 夺马鞍台风外围环流 也有人说是不是被大鱼追逐进港 更有人猜难道是海洋出现异象 但专家说原因应该出在这里 港区里面的那些灯光路灯 其实照明也还蛮充足 那所以当这些鱼类它被惊扰惊醒之后呢 它有可能就会感受到 光线来聚集移动 不过无论是哪种原因 向于盛宴禁港群聚回忧 奇特景象让民众嘖嘖称奇 记者传播报道 关注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